我们讲Am 对不对 好 左手 你可以这样子 你又是帅着 所以我不是讲这帅的是万能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学 就是说用Slow Soul的 两种都可以就 这以前有教过嘛 对不对 Slow Soul 两种你都要练了 好 然后呢 重点来了 你要挑战自己 像梅梅这种 对不对 像A minor 然后G minor G minor等于降B调 刚刚A minor是不是等于C调 对 它音阶是C调的音阶 G minor是降B调的音阶 然后呢 降B调的时候 你首先你要会弹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把降B调的音阶弄熟了 你音阶不熟 你真的没办法弹了 这时候你 像她阳妹妹都要靠五线谱 就完蛋了 这个没有五线谱给你看的 你就是把这个降B调的音阶把它弄熟 降B调的音阶把它弄熟 要降B调讲 你就是你反正 你如果能够把它弄通就很厉害了 那G minor 再弹一遍 好 刚刚是G minor 那再F minor F minor等于说是 它的大调是降A调 降A调 那这些调都是非常重要的调 你一定要学会 一个是C调 降B调 降A调 G调 F调 降E调 这几个调 你不要乱练 练的没有相关的调子去 白练 所以很多人不懂 就乱练一通 练到什么 那个C调 练到B调 你们像古典就练B调的 管你什么调的 就乱练一通 没有用 就C调 降B调 A调用的 在一般的 就是后面一点 其他乐团的话 像其他乐团呢 他们很喜欢弹A调 E调 因为其他很好弹 可是对GS乐团呢 就是纯粹 以Saxon为主啊 或是那个 A调 E调用的反而比较少一点 但是到后来还是要用 C调 降B调 降A调 G调 F调 降E调 D调 你如果会的话 你就很厉害了 然后现在 刚才写的 都有都有 现在Fm 刚才是弹的 弹的是Fm 那现在弹的是 弹的是Em Em Em就G调 Em 刚刚弹的是G调 然后再来F调 F调 F调的短调是Dm 以上来一点 就是Dm 再来Cmine 再来Cmine 这话题是它引起的 Cmine Cmine 现在用到 Cmine 等于降E调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钢琴就困难在这边 你要 你这些调你都要会 很难混 可是呢 你今天出去的时候 你有电子琴 事实上外面的老师啊 有时候他根本 他连这些调他也不会弹 你不要看很多职业老师也是一样 就靠电子琴 碰到这个 他就反正电子一转 所以说电子琴有个好处就是 你只要一调就可以了 你只要会一个调 C调 你不要练那么多调 太痛苦 C调 你要调完就可以了 可是钢琴没办法 钢琴是 你怎么调 没办法调 有练啊 就这样 我现在弹的是 这样一调就C调了 这样子 OK 会头痛啊 那你会弹出来 你就厉害了 我整个弹一遍啊 好 zon 富了 如此 你没什么 Zither Harp Zither Harp